隔夜的米饭怎么吃 厨子的建议就是做一个蛋炒饭 蛋炒饭在四川有史也叫桂花炒饭 首先是把电饭包里的剩米饭 用饭勺预先拍散 特别是饭煮的比较软的 这一过程就更有必要 小碗中加入几个鸡蛋 用筷子沿着一个方向 快速打散后备用 注意用几个鸡蛋要看米饭的多少 为少许的葱花起锅 先下油滑一下锅 这是防止粘锅 将打好的蛋液倒入锅中 快速炒散 炒至桂花状 将米饭倒入锅中 用炒勺边炒 边拍散结块的饭团 要炒至米饭与蛋花 米中油我 我中油鱼 调入盐 鸡精 快速翻炒均匀 撒上一把葱花 勾入少许的花椒油 当然 不喜欢花椒油的也可以用香油 快速翻炒均匀 美味几成 厨子建议 吃桂花炒饭 最好是来点正宗的四川抛餐 那滋味只有真正吃过的人才领导 生活不易 对自己好一点 记得按时吃饭 你的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都是对厨子的支持 我是厨子 感谢有你同行 谢谢大家